最近引起币权热议的就是空投 它就像一针强心剂 让原来一潭死水的市场又兴奋起来 今天要分享的项目是名牌空投的 它就是MFT交易市场Blum 由Paradise机构领投1100万美元 该机构成立于2018年 曾经投中了很多牛逼的明星项目 比如说UNI,FTX和Gitcoin 机构如此大手笔的买单 自然是不论有一些动作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不如想解决的问题就是 当前MFT市场优先考虑的零售体验 用户不需要刷新网页 交易的数据会时时更新 显示在网页上面 可以说这个产品偏向于专业的MFT交易员 更加硬核 10月20号的时候 项目方在推特上面名牌了空投 一共有两轮 第一轮是针对过去6个月内 一些MFT交易活跃的地址 会根据交易量空投箱子给你 箱子有普通、稀有和传奇三种品质 具有推测 这应该是根据交易量 加上一点随机性 来决定能获得箱子的品质的 就像我这个账号 过去6个月交易量是0 所以获得的是空机品质的箱子 相当合理 2023年1月份后就可以打开空投箱 根据官方博客描述 结合明年1月份要上线代币这个动作 箱子里面应该就是不同数量的代币了 目前这是参与第二轮空投的时间 测测的活动到11月左右截止 获得的空投条件如下 第一在平台上架MFT 上架作品的多少会影响空投稀有宝箱的概率 此外上架MFT作品的稀有度 比如你挂的是一些蓝筹或者热门的MFT的话 会提升空投的几率 区块链的世界就是这么真实 为了更加直观体现的MFT是宝物还是废物 这里有一个忠诚度的列表 小于50%的是低运气 50%到90%是中等运气 第二还有就是使用他们的批量工具来操作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恶意的以高价格重新上架MFT 或者刷上架MFT的次数 不然可能会被筛选淘汰掉 第三在不论MFT市场 MFT卖家可以自行设定板税 设定板税要比不设定的更大概率获得空投 将板税设置到0.5%以上的交易者将比板税设置为0.5%的交易者能获得更好的空投 由此可见项目方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把你的宝贝MFT挂出来 毕竟挂了好的MFT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这个市场 你要空投它要流量各取所需 在我操作交互的时候遇到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在市场挂单的时候一些图购MFT的话 它是不会列入统计列表的 说白了项目方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市场变成垃圾堆 把空投的门槛提高了 拒绝那些没有什么交易量 或者是你自己随便生成的MFT 于是我list了一个Vox的MFT以后才被列入统计 会显示权重和得分 所以想随便挂几个MFT 完成交互蹭空投的朋友 可以再思考一下 自从发布空投活动以后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2万笔的交易 有超过9万枚的MFT售出 总交易额突破了660万美元 用户在上面来回刷交互 可以增加账号的权重 项目方有了好数据 好像投资人交差 再发一个币 二级市场可能又能狠狠的赚一笔 既然你猜透了他们的心思 那就要谨慎操作了 作为撸空投的用户 被反入的情况也是时常有发生的 这时候主要看项目方的格局 就拿经典被反入的律子来说 跨链的Hope和二层的Arbitron 最经典的就是Arbitron 一大波空投吸引了用户参与以后 原本是一周一批任务的 大家老老实实交互 开开心心耗点羊毛 但是后面实在太多人参与 甚至出现某个项目方 恶意调告GAS的情况 反耗用户的钱 社区实在太躁动 后续的任务就全部取消了 还有就是Hope 他们那时候要查恶意刷空投的地址 于是有了相当离谱的操作 项目方发布了一个公告 用户竟然可以相互举报 比如说你举报谁谁谁 几百个号刷空投的 他们给你奖励 这时候空投的量级就变得非常小 举报的奖励甚至比空投还多 原来发公投不是他们目的 他们目的是考验人性 一波热度以后 口碑就不行了 所以有时候还得开社区的口碑 和项目方的格局 一般就能拆到空投的量级 现在名牌空投要刷交易量的 满分十分我给三分 期待值偏低 可以简单的去交互一下